大家好,我是李氏 想必有看李氏公路車頻道的車友們 應該都是一些老司機了 那麼一些剛入坑的公路車新手呢 想要更熱血、更嗨的話 那就必須要參加所謂的公路賽活動 那麼今天李氏就要來分享 參加公路賽活動必須要注意的10件事情 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各位可以按讚、訂閱、分享、支持一下 那麼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正題 GO! 字幕提供 不管你是精英組、市民組 還是你是去玩的 總之你都必須花3個月以上的時間 提早做準備 包含你只是想玩賽都一樣 因為我相信沒有人想參加一個活動 是DNF的 所以你花3個月左右的時間 去準備一個比賽或是活動 起碼你可以安全的玩賽 這點非常重要 那當然如果你想上台的車友 可能就要花3個月以上 甚至是一整年都有可能 看各位的目標在哪裡 所以切記一定要提早準備 否則你花了大碼的鈔票 到了會場 看大家玩賽 你自己DNF 那種感覺是非常賭爛的 比如說參加很多公路賽活動都在中南部 甚至東部 對於理事我來說 我住在桃園 根本就有人生敵不守 所以你要去研究一下路線 利用YT 看網路上有沒有人PO 相關的賽事活動影片 稍微的注意一下 哪邊是攻擊點 哪邊的下坡比較陡 或者是哪邊的上坡 需要做區段配速 了解研究路線 對於你的比賽掌握度 會更高 甚至是更安全 當然最好的辦法 還是親自的下去一趟 親身經歷一下 一般的台灣比賽 大約分成三種 短爬坡 長爬坡 綜合地形 這三種比賽的準備方式 都有所不同 這邊不詳細的說明 大致上呢 長爬坡就是有氧耐力 而綜合地形 就是所謂的間歇能力 那短爬坡呢 就是你的SSD 持續輸出的能力 大概就是這樣子 去做針對性的訓練 早班一起參加的目的呢 是教學相長 互相激勵 當然 少不了互相傷害 而且一起參加比賽 一起有個共通的話題 共通的目標 訓練 準備比賽的過程中 結束後 喝喝咖啡 講講講話 增進彼此的情誼 培養革命情感 是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呢 如果你是想上台的車友 這件事情蠻重要的 你可以大概評估自己的訓練狀況 再去對比 這些選手之前的成績 再去預判 自己能不能跟上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你的能力 要跟著誰走 當然 很多人會說 我又不認識其他的車友 怎麼辦 現在臉書很好用 你可以稍微的臉書一下 大概就知道對方的實力了 大改 當然有些常進人 那我們就沒辦法了 不過重點還是在於 你個人的訓練 你了解對手再多 你自己沒有花時間訓練 也是徒勞無功 在賽前前一兩週啊 千萬不要吃 太油 太辣 甚至是平常沒在吃的食物 很有可能導致賽前身體不適 或者是身體機能下降 這樣就得不償失了 包含當天的早餐 建議都吃平常有在吃的早餐 而不要突然間吃一些平常沒在吃的早餐 比如你平常沒在吃燒餅油條 但是 比賽那天你就吃燒餅油條 就有可能繞賽 或者是平常你沒有在吃BCAA 比賽前 又在吞BCAA 也有可能造成身體不適 所以賽前的飲食 甚至是藥物 無精品 果膠 建議各位在賽前一兩週訓練的時候 加入你的訓練 提早讓身體適宜 這樣子 可以降低很多在比賽當天的突發狀況 不然因為繞賽 而沒辦法好好發揮比賽 真的 超賭藍 很多比賽都要非常早起 可能5點半開賽 那你必須3點半就要起床了 甚至更早 所以在賽前的前一週 兩週 甚至一個月 為這個比賽調整作息 這樣在當天 甚至前一晚 才不會睡不好 因為你已經提早讓身體 調整調整了 也是可以降低 比賽當天 落賽的機率 一樣的概念 降低比賽突刺的機率 有一關鍵 器材千萬不要做太大的更動 我個人的習慣 在賽前的前兩週 甚至三週 就會把車子設定好 比如說用什麼樣的輪組去比賽 那利用兩三週的時間去適應它 最好不要在賽前 做太多的更換 比如換椅墊 調坐高 換龍頭 換變速 甚至是換輪組 這些動作盡量在前兩三週 就搞定 這裡就要說個小故事 在去年的台南新玉門關 由於我的時間抓得太剛好 又加上 當天的停車場是大塞車 所以說塞車 待完 停到車 把車子放下來 組裝 再騎車到會場 各位知道多誇張嗎 離開賽只剩下30秒 那心情是不是就很浮躁 你可能很多東西都漏 比如說補給沒拿到啦 風鏡沒拿到啦 等等之類的 重點來了 我們一到現場 倒數30秒 然後呢 321名槍 開跑之前 摸了一下輪胎 大約60到70PSI 有什麼辦法 只能硬幹 所以我會建議 時間呢 最好多抓一個小時 到會場 給悠哉的吃早餐 悠哉的檢查裝備 調適一下心情 看到幾個好朋友呢 講講幹話 甚至可以去廁所 輕量化一下 所以確定 一定要提早到 就是在賽前啊 給自己做個美夢 什麼意思呢 我的習慣就是 我在比任何一個場 國動賽之前 我會在前一天晚上呢 稍微的想像一下 當天的狀況 可能的狀況 以及自己的目標 講白了就是做白日夢 讓自己呢 保持在一種興奮 期待 開心快樂的狀態 很多人 他的運動表現其實非常優秀 可是呢 心理素質不夠強大 或者是心情情緒容易受影響 就會間接的影響到運動表現 所以我會透過腋下訓練呢 讓自己保持在一種興奮 期待 有自信的狀態下 想像自己 有好的比賽結果 好的比賽狀況 我個人認為這點非常重要 好 以上10點呢 提供給各位 這10點你有做到啊 基本上你的比賽 應該都 妥妥蕩蕩 其實很多時候 準備場的公共賽 不是一定要上台 但是呢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來 順順利利的把比賽比完 安全第一 拿出最好的表現 騎完呢 我相信 滿不滿意 自己 心知肚明 那以上 10點 有關於公路賽的 賽權準備 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那麼想看更多 有關於理事公路車的5-3 就要持續 最終我的YT FB IG 那麼我們就 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에서 你們 、、、 請